我是POPPY醬 一个精美贸易才华余生的女子 POPPY醬的周一放送 自从2005年来北京上大学 我这个南方人在北方已经待了差不多快12年的时间 在这12年中间呢 南北方之间的差异曾经给我带来过非常巨大的冲击 首先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南北方之间关于青菜的理解 这个是青菜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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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青菜 还有南北方关于蘑菇的理解 这个是蘑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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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蘑菇 大家有没有发现北方人都特别爱吃饺子 比如说前一阵历秋 我们一个北方的同事就说 哎明儿历秋大家记得吃饺子 或者是历春 历春吃饺子啊 冬至吃饺子啊 重阳 饺子啊 春节 必须是饺子啊 那么如果是中秋呢 中秋的话吃完月饼吃饺子吧 对于12年前我这么一个刚刚来北方的南方人 我对这一切的反应是 我们那里从来不过冬至历春这种节气的呀 可是12年以后的我 四川的同事 诶四川冬至吃什么呀 他的回答是 那可能要去吃饺子 福气不福气 还有一件事 我的所有北方同学都认为自己说的是标准普通话 这不是断子 这是真的 我普通话说的老好了 我说的那可是标准普通话 不是的 你说的是东北话 我告诉你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不是的 你说的是北京话 有区别吗 与此同时南方人对于普通话的理解是 只要有儿话音的都是普通话 北京人 天安门 普通话 南北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 南方湿润 北方干燥 我们洗完衣服第二天就干了 拆开的饼干忘了密封 两个小时就软掉了 另外北方的冬天是干冷属于物理伤害 南方的冬天是湿冷属于化学伤害 但是北方的同学表示不理解 伤害冷死了 今天零下一度 这也叫冷 直到我的北方同学们在冬天去一趟南方 他们全都学会了做人 那到底怎么才算北方 怎么才算南方呢 我认为跟秦岭怀河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 在我的眼里 有暖气的就是北方 没暖气的就是南方 冬天时天上下起了雪 哦 下雪了 啊 下雪了 雪 下雪后南方人 下雪当然要打伞啊 北方人 下雪为什么要打伞 空气PM指数125 今天的空气好糟糕啊 哎呀 今天空气不错呀 晚上半婚礼 晚上半婚礼的都是二婚 我们头婚二婚都在晚上 除此之外呢 南北方之间还有许多的差异 比如说 北方的零钱都是纸币 我们都是硬币 北方人也不是只吃馒头和面条 南方人也有白吃米饭的 比如我 我们北方人说 正月理发死舅舅 在北方踩了井盖的人 要被打三下 所以我带衣的时候 天天被北方的同学打 有时候我都没有踩井盖 他们非上我踩了 还有 南方到了夏天会有台风 什么是台风 没有暖气算什么北方 没有海算什么南方 再比如说 南方人吃饭特别喜欢喝汤 每一顿饭都必须得有汤 我们也喝汤啊 比如说疙瘩汤 疙瘩汤又不算汤 疙瘩汤怎么就不算汤了 疙瘩汤属于主食好不好 放屁 干嘛就是他 干嘛就是他 南北方之间固然会有很多的差异 但是在我看来呢 与其一味的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差异 试图分出一个高下 倒不如去适应 去发现对方的优点 比方说北方虽然很干燥 但是北方的冬天有暖气啊 南方虽然没有暖气 但是 但是我们没有暖气啊 我是帮比较 一个金美帽为强化于一身的 在北方待了12年 并且很有可能要继续待下去的 南北方混血儿 我爸爸是北方人 我妈妈是南方人 我是一个混血儿 我跟你讲啊 我们学校期末考试馆的超严 咱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吗 我说的就是我们学校呀 那你说的到底是你们学校 还是咱们学校啊 就是我们学校呀 那叫咱们 咱们 有毛区别啊 你十三点一样嘛 神经病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Pupp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YouTube账号吧 哇 我们下期再见